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这种红烟烟的花朵别在一个死人身上就不是那么好看了 不但诡异 而且还有一种甚人的感觉 而右边那幅棺材之中躺着的就是阴婚的女主角 她头戴凤冠 身砖大红凤袍 显然就是一副新娘子的打扮 其实这身形头都是白天刚给换上去的 之前入土时他们穿的都是黑色手衣 长老 刘老 将你们手上的灵位给我 这种诡异的打扮看得我心里渗得慌 于是鸡芒对地面上老人喊 哦 两位老人一听 鸡芒走到缝坑边上 将手里的灵位递了下来 看到他们的手还是一直打着串 我知道 那是因为他们心里在害怕 虽然这里面躺着的是他们的儿女 但是这一路走来发生的事情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若不是为了自己的子女 刚才那些会自己走路的纸儿 就足以下的他们跑掉了 我从裤袋里掏出一张符纸 贴在男尸的胸口上 然后将他的灵位平压在符纸上 右手堆着灵位牌 打出一个指诀 接着念道 天灵灵地灵灵 地藏菩萨之令 此福为业 银红过桥 昏 昏昏归系 奇奇如理 念完这个 我又到女师观中 也是如此做了一番 然后 这才将棺盖重新盖了回去 正所谓 人有三魂 天魂 地魂 命魂 人死后 天魂会升天 地魂会入地府 而命魂 则会徘徊在坟墓之间 而我刚才 念咒语的目的 就是将他们的命魂 重新送回来 命魂合体之后 我便从坟坑里爬出来 然后我又从那对新人的母亲手中 接过一罩 接着 拿出一根红绳子 将两张遗罩连在一起 最后 将连好了红绳子的遗罩 放在坟前 忙完了这一切 我又将竹篮里的 花红纸钱 倒在一项上 然后呢 将身后的那十名纸儿 以及纸壶的花轿 也一起搬到坟前 最后拿出一张符纸 往那堆花红纸钱上面 这么一扔 砰的一声 纸钱 顺势便燃起来 看着那越烧越旺的大火 我大唱一声 月老千红线 明府赐喜婚 打歇 然后转身 对双方老人说 哭后 接着 那四位老人 便一边哭 一边道贺起来 大喜 大喜呀 大喜 到得此时 我终于是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对双方老人说 好了 咱回去吧 明儿 你们让人来定关盖土 就成 四位老人一听 终于办完了 于是呢 一方感谢之后 急忙转身地 往回赶去 当我快走出坟岗子 我会都忘了一眼 没处新坟 却惊骇地见到 那对新人 正牵着手 立在坟上 对着我 轻轻挥手 饶食我见惯了鬼魂 也不由吓了一跳啊 我狠狠打个冷战 赶忙回头 往古栈走去 一夜 再一次寂静 因为忙了一晚上 我这一觉 就睡到次日的下午两点 如果 让我再选择一次的话 我一定不会再去接这种 倩因心的活性了 这他娘的也太神人了 就在我这 将这店门打开 这店外呢 就传来了 胖子 那牛嗓音 老高 这胖子呢 是我认识了好几年的哥们 我认识了好几年的哥们